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报名说 克赤海峡大桥再次发生暴涨 这说明俄罗斯的安全防护还是有漏洞 7月16日 俄罗斯表示挫败了乌克兰对于塞瓦斯托布尔的恐怖袭击 但是花银未落 通往克里米亚的克赤海峡大桥再次遭到袭击 桥面损毁 无法通行 俄罗斯领导人公开发表电视讲话说 要对乌克兰发起严厉的报复 很显然这次袭击不但造成实际损失 也损害了俄罗斯的颜面 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突袭一直不断 取得的效果也往往让人震惊 克里米亚是乌军实施纵深破息的重点区域 自战争爆发以来 乌克兰的特工在这个地方组织实施了 炸坏克齿海峡大桥 袭击黑海舰队司令部的作战行动 得到英国援助的风暴阴影导弹之后 还袭击了赫尔松通往克里米亚的琼加尔大桥 上周乌克兰特工还通过在社交软件上获得的信息 刺杀了俄罗斯的前潜艇艇长日刺激 用风暴阴影导弹击杀了俄南部军区副司令佐科夫中将 俄军对于乌军的后防迫弃战相当重视 特别是对塞瓦斯托布尔和克制大桥 在第一次遭到袭击之后都加强了安保措施 也起了一定的效果 曾经有效的拦截了乌军的巡航导弹 没有让他们击中克制大桥 但是百命一输 克制大桥在严密的防护之下还是再一次被炸坏 这说明俄方的安防措施还是有漏洞的 俄罗斯的军事博主透露大桥的一个支柱和桥段遭到破坏 有两名平民遇烂 国外社交媒体还播出了大桥在遭到爆破的时候 腾起的巨大的火球 7月17号晚间 美国麦克萨尔公司公布了卫星拍摄的大桥图像 显示有一段桥面已经变形 天理了正常的位置 估计是已经断裂落入了水中 乌克兰方面表示了 这次行动是勿情报部门和勿军方合作 用自杀式无人艇秘密了航行的大桥下面引爆 成功的实施了这次袭击 也有消息指出 英国为这次行动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支持 乌方用无人艇袭击 俄方军事目标或者重大民生目标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无人艇是当今海军装备当中的一个比较热门的类别 一些武器生产制造大国都已经推出了大量的险害 但是乌克兰没有获得这种高性能装备的渠道 美国的军事援助当中也没有无人机无人艇的内容 这大概是美军不希望这种先进的装备落到俄罗斯手里 喇叭是爆炸之后的残骸也不行 所以乌克兰才会找到英国情报部门来帮忙 自杀式无人艇的结构并不复杂 只要把炸药安装在无人艇上 通过卫星导航设定航线自行前往目标就可以了 海面上空没有什么遮拦 无人艇上的GPS天线会稳定接收卫星导航信号 到达指定坐标之后引爆炸药就可以了 对无人艇的攻击怎么防呢 一般来说采取两个办法 首先是干扰临近的卫星导航信号 让无人艇不能够准确的抵达目标 第二个方法就是在水中设置拦走网 将自杀无人艇拦截在沙上范围之外 这些拦走网需要超出水面一定的高度 才能够把无人艇完全兜住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在大桥上部署监视雷达 配备小口径机关炮 或者是730 1130战防炮 将靠近的布密目标击毁 但是现在看来 俄罗斯方面既没有布置拦走网 也没有部署自动拦截的火力 虽然有大型防空系统 但是对从海面上来的目标搜索不到 警戒不住 所以乌克兰的破坏行动一击得逞 再次造成实质上的军事破坏和恶劣的政治影响 自从6月初乌克兰发起反攻以来 乌军损失惨重 进展缓慢 西方所援助的主战武器装备已经大量的损失 却没能够在俄罗斯的防线上撕开一个像样的缺口 北欧国家对乌克兰提供新一能军事援助的热情是越来越差 正面攻不动 乌军显然打算另辟蹊进 通过打击俄罗斯的后方目标 来弥补正面进攻受挫 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这一招恐怕是歪打正着 所谓的明强一躲 暗箭难防 俄军后方的目标众多 做不到处处设防 自然就难以对乌方精心选择的攻击目标 进行周全的防护 今后俄罗斯打算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乌克兰的暗算 那就要看俄军能不能从技术和战术上有所创新 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早日接触乌克兰战争 好 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